猜到今天,譬如就算跟你說 諮詢員,假設突然間全香港的輿論 或者全部人看完超歌之後 突如其內覺得很有信心 很應該要做,立即做,快快做,做好它 但也不會影響到 未來兩個星期的一個局面 什麼局面呢? 就是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的局面 先說幾件事 今年的農曆新年 跟情人節也是很接近的對碰 初四就是情人節 相對地今年有很多 無論是餐飲業、酒店、零售 甚至乎飲食業 都在今年不是太… 初五是情人節 都不是太理想 不是太理想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舉個例子 記不記得每一年我們去到過年前 不是經常都會準備 譬如如果你有拍拖 或者你有結婚 你也要準備賀年糕點 給對方的爸爸媽媽 或者四大長老 每人有一個 以前不是經常跟你說 �부터幫助買禮物 或者喝良好的年糕 今年有沒有聽過 真的沒有太多 厚高 有一 generation一崩齋 某些通知 已經賣光了,其實還有一個星期多一點 都不是太多這方面的消息 沒錯,甚至乎是這個 就算連準備禮事錢 現在有很多家長今年準備禮事錢 除了大家緊守一點 預算較為比較謹慎之外 今年有些家長或結婚的人 已經覺得可以不準備禮事就不準備 原因是什麼呢? 一家就不在香港,不避免了一年 一來就避免了一年 計算了一條數,雖然我飛機比較貴 但利時錢節省 又開心 自己開心 今年市場的變化又很有趣 我覺得比聖誕更瘋 聖誕已經是一件事 說真的聖誕留在香港 我想已經不多人了 我記得上年好像… 剛剛這個聖誕節 上年的農曆新年 好像還未解除口罩令 好像可以拜年 是的,我記得3月了 西哥 上年3月才是解除口罩令 是嗎?1月嗎?3月1日 我記得上年2月多是新年 是 所以大家都戴口罩 今年完全不用戴口罩 想著會輕鬆一點 是 殊不知 都是這樣 然後你看到做生意 因為最近有很多朋友 例如做年糕 賣一些IG店 很多人出來都說 不太行 不太行 反而呢 訂花的 現在很多人開始在網上 就說 我會幫你弄花 等等 當然他只是告訴你他會做 但那個數字上 是否理想呢 還未知 其實應該先是農曆新年 然後是後情人節 現在是農曆新年 那一陣子好像沒有了 沒有那種氣氛 簡單來說 而且今年也好像 你看到普遍坊間 好像沒有人很大力做生春 按照你想想 今天也30日 如果算農曆的話 年20日 剩下10天就過年了 應該這樣說 公道一點 你說是否很熱刺 一定不是 一定好像沒有那麼熱刺 因為 可能真的有很多人外游 因為我身邊也不少朋友 主動被動都有外游的狀態 在新年裡 但是你說 完全沒有那些訂年糕 完全沒有那些訂陪賽 完全沒有那些禮品 沒有到完全的 燃燒 每年齡很恐怖 我在我的領域上 對比起往年少很多 對比起往年少很多 以前那些是 我有一大疊券 你拿去吧 快點 那時間去拿 對比起往年少很多 下午很快去拿 真的 沒有 今年相對 靜靜地 不只一個賣盤賽的地方 你今年要不要 跟你已經說明 年初1、2、3 照常應 是的 是 往年可能 年初1都未必會開 28 賣X 過年 拜拜 明年賽會 但是今年是真的 看到他們 我初時以為 我反過來以為 這麼旺 連初1、2、3都要 都要開 怕大家吃不到 但是 如果現在這樣想 我就反過來 就覺得 不是 是他覺得還未到數 可能曾經說 補價給大家 連初2、3照開 因為還未賣完 這個最慘的是什麼 香港以前就是 如果普通城市 平日日子已經賺夠 所以紅價 我們會休息 這些是其他國家 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平時已經賺到 然後紅日、假期 我們再賺 然後我寧願完 之後補價給伙計 等他們再賺什麼 先賺錢 這是香港以往的做法 現在香港最慘的是什麼 平時就找不到 假期也找不到 這個也慘 等於我之前放了市集 我們那時候放市集 都是想 平時可能生意不太 希望週末會好一點 我剛剛星期六 下了尖沙咀一轉 因為我真的很久沒有途經 因為我也是經過尖沙咀 途經那時候就想 既然也下了 不如也 因為有些朋友 無論做各行各業的 我都認識有些人 可能是尖沙咀 都探望他們 所以我們很久沒有見 就去了 其中一間時裝店 即是地步 進去後 沒有人之餘 然後跟他們聊天 他說沒有 很久沒有見到有人聊天 這麼好聊 星期五晚 星期六、四十日 現在沒有人 即是真的 正 就是 回到去 我們經常都說 當然 例如說 我星期五下班後 做個手掌握 就飛 再不是的話 就出個不上 吃個飯 吃個骨 第二天玩多一天 之後再看看 怎樣 星期六晚回來 還是玩到星期日才回來 所以這條街 是的 有人 但真的旺丁 又不旺財 我看到星期六晚 都 街上是有人的 街上是有人的 但是 以最前線的零售業的朋友 跟我說 真的不行 而且很多都是走過 看完都未必買 他只是看一看 或者看一看 然後心想 上網買 再不然就覺得 都兩個星期去旅行 不如不要買 對 很多朋友 進去店裡看 都說 你是韓國回來的 那我去韓國買 那些是日本的 那些是日本的 那你不要來 科林哥也是 這些公仔四百多元 我初初沒想過 會不會去日本 先訂一套 去日本嗎 再買兩套 那些貨物 哈哈哈哈 類似是這樣的 但我想說 那個麥當勞的Burbeck 原來 是不太容易買到的 因為我以為容易買到 因為呢 話說 買到也不買多兩套 八十幾元 話說 做個必勝給人家 哈哈 唉 我的手筋仔 我覺得多漂亮也算 首先 你不要以為很小盒 都很瘋狂的 我看到 我看到真的 都很瘋狂的 第二 擺一雙鞋子就沒有麻雜 還說 但其次 其次的狀態是怎樣 我以為容易買 因為 我在這行人裏面 不是第一個去日本的 早幾天已經有其他的成員 工作人員去日本 他們早幾天就買了 幫我買了一套 當時他們還買到 然後呢 已經沒有了 我去到的時候 我經過 我也是經過 看到 問一口 他是在墨記購買嗎 直接墨記購買 真棒 那套東西漂亮的 其實真的 我有考慮 我不知道是否可笑桌面 應該是 只有一套 四隻 四隻 最左邊就是 小菲菲 小菲菲 哥斯拉 最左邊就是 黑色哥斯拉 哦 我沒有掀開 我只是不斷夾夾 我只是一盒 那套真的漂亮 只有一盒 四百多元 那天我差點想買 然後 總之我那幾天 在日本經過見到麥當勞 都去問一問 都買不到 所以沒辦法 如果有那套我真的會很開心 因為過程中 有一些日朋友 或者同事 發訊息給我 我說沒有空 在日本忙 他們第一時間 都不是跟我說公事 或是說其他事情 第一時間 是幫我設計 在日本底 其實是否有很多 都是被香港人拿回去 不奇怪 很多 你想想 4個 一百多元 你現在 只剩一隻都不止 你現在 現在有些開訂的 三百多元 都搶著買 三百多元 因為我現在看到 好像開430元 都下 最開波 六百多元 六百多元 接著很快 去到五百 四百八 這些位置 接著最近期 是三百多元 就是這樣 第一層 這裏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你問我 想不想要上的 都真的想要 那些麥當勞 會貼在門口 原售了 那些 唉 我不可以又掉下去 難得爬上來 一套半套 只是日本才有 不是真的一套半套 有多漂亮 有多有趣 真的挺漂亮 還有它特別在 100%有 200%出過 400%有 1000%你知道 2000%做展覽 這次是150% 對 比最小的又大 對 150% 這個尺寸 對 有些看頭 對 挺有趣 對 尺寸 剛剛好 待會去我輛車看 那套 但真的沒辦法 不可以給大家 沒有了 我還是信教 哈哈 哈哈 什麼教 喂 怎樣 放得出來 哈哈 是啊 就是這套 真的可以 我看的時候我已經喜歡 還要蹤過來 但我不 越來越賣 哈哈 哈哈 你都說蹲蹲多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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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想想想想 這個紫色很害怕 油脂吸引 大哥很害怕 你不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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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哈哈 哈哈 神經病 你已經吃了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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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夠了 好了 Anyway 最後也提醒大家 這個禮拜六 我們三個 將會出現在 上環的D100店裏 因為我們有個 新春套裝禮盒 裡面有兩個的 寶劫品 是 另外還有我們的 尼士豐 是 還有我們這個 幸運發財 大紙袋 是 好厲害 好厲害 一盤四傑 全都放出來了 我們就是 下午2點半左右 5點半左右 5點左右 對不起 多了半小時 差點 他現在多謹慎 很謹慎 很謹慎 4點半左右 他就吹了 走吧 差不多了 走吧 走吧 接兒子 不是 3點左右 有沒有見過我兒子 我身不見所 我們先找兒子 如無意外 我那天是要照顧小朋友 我那天是要照顧兒子 所以我 不是 我就是要照顧他下來 對 對 我現在還要再確認 我是否要 放了巴士下來 放了iPad 應該比較好 買兩罐藍杯等他 哈哈 如果是訂了貨的朋友 稍安無措 今天下午2點過後 就會有貨 但如果穩固一點 你下午4-5點才過去 對 好 至於繼續想訂購的朋友 有2297-1829 2297-1829 打電話來 明天繼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